大家好,喜欢吃猪腰的别再炒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一点都没有腥脏味 口感鲜嫩,麻辣鲜香又解馋 非常的开胃,下酒又下饭 做法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花了10块钱买了一袋新鲜的猪腰 先改刀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的猪腰倒在大碗中 第一步,去除猪腰里面的清泡味 往里面倒入一瓶盖,八粘的白酒 先跟猪腰进行消毒杀菌 用你的左手把它抓拌均匀 再次往里面倒入清水 把里面的血水清泡味通通去除掉 放在这里浸泡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下手淘洗几遍 把它捞出,放到流动的水下面,多冲洗几遍 冲洗到里面没有血水为止 洗干净,再倒回圆碗中 放点葱汁 再放点姜片 胡椒粉去腥增香 放点盐入底味 放入一勺玉米淀粉 用右手把它抓拌均匀 扎匀之后再腌制5分钟 接下来锅中加水烧开 倒入适量的八二粘的白酒 把猪腰放进来焯水 我们给猪腰焯水不易时间过长 大概焯水60秒 像这样把它捞出 控干水分,放到碗中 接下来,切出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圈 切好放入小碗中 从邻居家煎了一把大蒜 把它拍晕 改刀切成蒜末 切好和辣椒放在一起 放入一把葱花 一勺热油里面放入一小把辣椒 炸出香味 炸成之后放到蒜上面 积发出香味 再来调味 放入一勺辣椒油 生抽一勺 蚝油 蒸鱼吃油 香醋 利口 增加回味 一丢丢的食盐 白糖 提鲜 最后一样 香油少不了 充分的把它炒拌均匀 非常美味的零魂料汁又调好了 调好的料汁 浇在猪腰上面 哇 太美味了 香菜 洋葱丝放里头 充分的把这道菜炒拌均匀 美味继承 倒在水色的盘中 大家看一下 这样做的猪腰非常非常的鲜的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口感麻辣鲜香又过瘾 非常的入味又好吃 去饭店要一份需要58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只需要10块钱 非常的解馋 味道太棒太好吃了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动动你发费大手 帮我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 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